經濟不景氣 民眾償債的能力接著就變差 根據金管會公布 以下收多年不動產放款預放比率 在去年11月底開始 已經微幅爬升到0.18% 是12年來首次調升 而這個亦都代表 交不起房貸的人變多了 預計去年新增金額是高達20億 為了救房市 日前金管會宣布鬆綁銀行業 不動產貸款集中度列管措施 各銀行自主管理 最新的公布 公股銀行不動產貸款預放比 去年不動產的貸款金額高達6.03兆 但是預放比12年來首次標高 升到0.18% 代表交不出房貸 新增金額是高達20億 避免預放比繼續擴大輪為壞彰 未來銀行審核房貸 條件將是越來越嚴苛了 而且不少的公股銀行貸款成數 已經靜靜調降 去年不動產 移轉動數只有27萬戶 創14年來的新低 學者表示 房市交易量下滑 房價雖然也跟著修正 但是景氣就沒有好轉的跡象 民眾荷包變薄 交不起房貸的人就越來越多 一旦擴大 總體經濟將受到衝擊 恐怕演變成本土金融風暴 會不會離開